這個盤就大減價 減了兩成到三成 之前1000萬的樓賣到670萬或者700萬左右 基本上減了200多萬到300萬之價 16000多起步 最便宜的 均價大概17000多 賣一些中高層的家 整個九龍城區看到舊樓是比較多 還有很多樓會重建 代表什麼呢 其實景觀就不太確定 勤迫這個項目是三邊都很有可能被人收購重建 前面這個地方就會重建 後面這裡的矮樓被人收購重建的機會都大 商場又會拆 拆完之後又沒什麼景 景觀當然是窄一點 但這也不重要 住在九龍市區基本上都遇到望樓 只不過望樓的程度是多與少 最主要不要被迫 景觀雖然有很多不確定性 但它有好處就是高樓底 新樓後網 赤價便宜 都不算特別近一點的站 它走過來10分鐘左右 但它減少口價 絕對是大玩 座樓就跟大家看看 一棟過的 樓下有個商場仔式 九龍城有很多東西吃 等一會吃飯我去吃 Hello 可以看視頻i 是 麻煩你 這裡有兩部電梯 都頗方便的 這間兩房 入門 有個長廳 景觀很棒 舊樓 有個隱憂的 但高層就沒有 好好的 美景來的 這裏有個廚房 最特色的是 明火 有趣 挺 正的 小房 高樓底 很棒 這個景觀 臉面玻璃和樓底 七百多萬 壁櫃營用料或設計師都很美 兩房重要是名次 很值得 主人房 國櫃 好棒 這邊看到海 這些大的玻璃窗 還有大玻璃直轉 這個手工價錢五萬七元 你覺得呢? 今天就這樣 我是Louis 我們再見見 拜拜